大家好 我是韓國A 我在台灣呢 有拍過各個類型的美食介紹 唯一沒有拍過的美食就是 素食 大家有發現嗎 因為我真的是一餐沒有肉 會覺得 哪裡不對了 有點空虛那種人 然後我在韓國住20年 完全沒有一個吃素食的朋友 再加上我在韓國只有看過一間素食餐廳 但是現在呢 身邊越來越多台灣朋友都吃素食 所以我的心 慢慢 開放了 不得不說台灣的素食真的是蠻厲害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想要挑戰 只吃素食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我還想要跟大家分享 韓國吃素的人都會吃什麼 我直接煮給大家 然後時間呢 我原本以前有Same Sari系列嘛 真的是太短 所以我直接延長到 一個禮拜只吃台韓式素食 最後這次的挑戰會有 發票怪獸APP的陪伴 聽說可以載發票來養寵物 希望可以透過養寵物 提高我的意志力 不能吃肉 然後它的好處是因為載具嘛 所以呢可以看我的消費明細 然後我也會分享給大家我身體上 生活上 心態上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好那我們快點去買東西吧 Let's go 高麗菜長怎樣才是好吃的 這個應該可以吧 豆芽菜 嗨大家今天呢我在外面工作 比較沒有時間吃無餐 完裝的狀態 對 所以我要吃這個茶椰蛋 可是這個很特別的是 經紀人從台南買過來 超級感動耶 麻辣口味的茶椰蛋喔 吃素真的會很容易餓 我覺得現在超餓的 你看 它的麻辣的那個調味有調到這個蛋黃裡面 好吃 我回來了 今天晚餐呢跟羽球隊吃火鍋 最喜歡吃火鍋 然後呢我沒有吃肉 火鍋不吃肉真的是太… 反正我吃了超多菜 一直吃一直吃還是不飽耶 我覺得很神奇 所以等一下還是要吃個宵夜 韓式酸甜辣醬拌麵 小時候媽媽很常煮給我的 吃吃看 火鍋 酸酸辣辣的 今天吃火鍋的時候 真的一直看他們吃肉的樣子 很想吃但還是不能吃喔 還滿痛苦的 我來拍一下第一天的這個感想 我以為不吃肉會沒有力氣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還好沒有影響我太大 只是會很餓 很餓這個事情真的會讓我很低落 因為我唯一會低落的時候就是很熱跟很餓 這個是我今天收集到的發票 現在咧 用用看這個 發票外售APP 這個是我剛剛吃的火鍋 菜哥結帳的但是我硬要搶過來 我要登機看看 直接這樣子掃描就可以了 超快的 它從 它從蛋出來了 天啊 好可愛喔 這個是Q摸 它的名字是Q摸 我還可以幫它取名字耶 我覺得很好玩耶 下一個試試看 哇 它的動畫真的好可愛喔 還可以碰它它就會有很不一樣的動畫 打我呀笨蛋 好可愛喔 哇 我拿到了怪獸幣五百塊 就像這樣子我一直唯發票給怪獸的話 怪獸就會慢慢長大 然後它還會有很多個怪獸可以收集 透過這個載具的發票呢 可以收集一些怪獸幣 可以用這個怪獸幣在APP的商城裡 兌換一些商品 如果沒有用這個APP 一般拿到發票 只有隊長之外 沒有別的小確信 但是因為有這個商城呢 我就覺得賺到的感覺 我在全臉買的東西 它還可以看詳細的內容 我覺得超級扯的 以前我大學的時候都會一個一個記下來 但是這個APP真的不用自己寫 因為它會一個一個很明確的列出來 你今天買了什麼我覺得超級酷的 真的好棒喔好棒 大家午安 今天的午餐也要自己煮韓式 高麗菜捲泡菜炒飯這樣 首先最重要的是這個高麗菜呢 要一整片放進這個裡面 我要把它當成就是可以包飯的用具 然後裡面的內餡就是 泡菜炒飯 然後再加蛋 哇… 看起來很專業吧 哇… 好 煮好了 然後這是我自己做的醬料 這樣 好吃 但是非常的健康 感覺有肉會更好吃 我以前在韓國的時候很少吃高麗菜 來台灣之後有那個小菜嘛 炒高麗菜 就是台灣炒得太好吃 所以開始喜歡吃高麗菜 今天的午餐算滿成功啦 還不錯啦 這個應該可以很飽 等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吃這個素食之後 非常的空虛 所以呢 結了這個飲料 我覺得吃素食真的會變更胖耶 一直想要吃東西 我現在都會很期待拿到發票 這樣我就可以養我的寵物了 性感性放過吃飯囉 吃飯吃飯 可以耶 Oh yeah 看到錯嗎 當天拿到的發票 直接輸入進去的話 可以拿到兩倍的怪獸幣 我想要把它養大耶 好玩 然後我告訴大家一個Tip 就是呢 把這個宅具放在快捷小工作桌面 這裡就有我的宅具了 Yeah 以後去店面的時候我就可以直接宅具 不用拿到這樣的收據 好 今天的晚餐呢 我在IG有發我的挑戰線 然後下面就很多人推薦了 然後這一間就是大家推薦的一間 日本素食餐廳 經紀人也有來 開眼界 因為這是第一次 非常不會主動來這間吃 真的很期待來到新世界的感覺 所以我們來期待一下他們的餐點吧 我們先吃吃看這個 餃子 而且他們做得非常的精緻 看起來就是超好吃的 整個內餡全部都是菠菜 打碎成很黏黏的那種 吃起來覺得還滿有分量的 未來肉漢堡 哇 我沒有吃過未來肉耶 好期待喔 很像泥土 你看看 我還滿新的味 黏黏的 很像アボカド 像泥土 這個肉太未來了 不可能要習慣一下 好想吃肉 這裡 好方便 我現在有超多怪獸幣 我現在已經有650怪獸幣 好爽 大家好 5點54分 要吃午餐了 一直忙到現在才吃午餐 簡單分享一下昨天晚上的心情 就是呢 昨天我也沒有吃到很飽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肚子開始痛了 可能肚子也知道我再也不吃肉 它可能有點生氣 今天的午餐要吃的是這個 素食的泡麵耶 很酷耶 因為在韓國的話 完全沒有看過這種素食的泡麵 但是我發現台灣便利商店有滿多種選擇的 現在真的是非常之餓 很好吃耶 完全吃不出來是素食泡麵 真的很像一般的泡麵 很好吃耶 吃完了 好 我也拿到了這個發票 我來掃一下 吃了… 因為昨天晚上呢 有一點點小失敗 所以我今天請了這一位素食大魔王 幫我找一間很厲害的餐廳 這一間呢 小小素食 超級好吃 我來吃了大概五六次了 不好吃我真的要揍你 這個是韓式辣燒雞 超級難怪的 好吃吧 它是花椰菜耶 對啊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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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點流油 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是不是燙還是怎樣 看吃這個 哇 它的皮超Q的 一點都不覺得裡面沒有肉 好像很多料的感覺 真的沒吃 今天是拯救我喔 因為你就是讓我對素食改觀的 所以非常感謝她 我們可以去哪裡 借我一下喔 謝謝 大家我今天在外面工作 然後在這裡吃素食炸醬麵 好好吃耶 今天的第一餐 手上拿那什麼東西 這個真的是QQ的那個 放回去 真的好吃 有沒有看到啊 吃完囉 耶 週末了 今天的無餐非常的簡單吃 豆腐 吃素食就是要好好的補一下那個蛋白的 所以我可能要用豆漿 或者是豆類啊 豆腐類來補一下 把豆腐放進去 現在來餵一下我的性感細胞菇 耶 好可愛喔 它還真是真的Touch它的話都會有不一樣的表情 超可愛的 吃 吃 好可愛喔 它的 發票會從它的嘴巴裡面出來啊 好可愛喔 超可愛 它送我一個禮物 不行… 我…我先… 就是越少越多的話它可以養更多的寵物 收集發票的 如果有這個的話以後就不用收集了 直接載具就好了 長大了 好可愛喔 它其實有非常多的怪獸 像第二個怪獸的話它一定要掃描60張的話 可以獲得這個怪獸 慢慢收集 我覺得它超厲害 我剛剛為它Seven的發票 然後它就說有Seven真好這樣子 有菜盒子 今天終於最後一天 有菜 有菜 いただきます 滿便又好吃 素食挑戰的最後一層 素食豬豬餐 趕快鹹鹹看 不要載具 飽水 哈哈 最後一層 對…來吃 這個很像雞肉耶 等吃完是什麼要吃 豆豉 燒烤 胡瓜肉 松阪豬 炸豬排 我覺得我好像比較想念海鮮的感覺 快點開水 快點開水 一種吃蘇挑戰成功 我真的沒想到我會成功耶 辛苦了 非常辛苦 第一天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不習慣 吃多麼多還是會覺得非常的餓 睡覺前會非常的痛苦 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那時候我的肚子就很痛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吃到未來肉的關係 所以蠻後悔常是這個挑戰 但是過了那一天 我每一天的早上的身體 超輕到不行 比較習慣餓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問我說以後還要吃素食嗎 我的答案是會 第一次感覺到身體這麼的輕 那其實這次挑戰的過程呢 有了發票怪獸的小趣味 在這次的素食挑戰不會那麼的無聊 因為我之前有提過 韓國其實沒有發票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APP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而且這個APP跟其他的對講APP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除了主要的對講功能之外呢 還可以為發票養很多怪獸 然後無時無刻都會有優惠活動 像是我這週買牛奶 如果少發票的時候有鮮奶這兩個字的話 就可以獲得瓜瓜卡 就是可以拿到一些怪獸幣 然後在APP上兌換一些商品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功能是 單月開獎日的時候 它會一鍵開速整理兩個月份的發票 所以我以後就不用一個一個去對講 這個超麻煩的 雙月日的時候呢 也會有發票怪獸獨家抽獎活動 抽獎抽不完 因為我平常都是這樣子收集發票的 所以一個一個都要收集錢包 亂亂的然後變胖 有點麻煩 但是如果有了這個載具呢 就不用一個一個收集 直接給店家看 這個載具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也想要很方便的對講呢 也可以下載看看我們的發票怪獸 好 那今天的影片到的時候 希望你們喜歡 以後如果大家也想要挑戰吃素食的話 也可以參考我的這些韓國素食的吃譜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喔對 發票怪獸呢 還會持續推出新功能 聽說以後也可以讓這種傳統長型發票 也可以掃描登陸 所以呢 感覺超級方便超期待的 say bye bye囉 拜拜 心寶心寶咕 心感心寶咕